直播吧10月26日去,在国情遭遇亚青赛两年半,连续7次无缘世青赛后,先机美济城市快报也发完,表示,通过着几国家队的表现来看,中国足球短期之内不仅无法走出低谷, 而且十年之内,都要做好输球的准备,恩章写道,通过这次亚青赛可以发现,对比亚洲其他队伍,我们的后备力量实力平平,不得不让人感叹中国足球未来哪有希望? 国奥U23国足,国卿U14国足,国少U12国足接连在大赛折击,其中国少更是连续两次无缘亚少赛,在国足持续低谜的背景下,中国足球后备力量如此惨淡战绩,无疑只会让人后备发凉。 这些年轻球员就是民间的国足球员,看起来这些后备的实力,不仅无法让中国足球走出低谷,反而由滑坡的迹象,文章最后总结到,再过四到五年,现在的这批国足球员大部分都将面临退役, 而这批619球员将成为中国足球的中间力量,可是这些年轻球员已经输掉了自己的青春期,等到他们成年之后会发现劲敌,已经不再是日韩奥伊莎,而是越南塔吉克斯坦,这样之前不入流的球队,未来甚至连能否参加12强赛斗,将成为一个疑问。